各位同學好,今天很高興大家來上陳老師的課 今天我們要來上新的一個課程 新的一課是你們的課本第29課 這課呢叫做請多給意見,Please give more advice 我們要開始這課以前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課我們有哪一些單字 哪一些聲詞我們要一起來記憶來熟悉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這課的聲詞 我們先教12個聲詞 所以同學跟著老師一起念 我們照號碼來 一,意見 二,歡迎 三,書房 出房 再一次 書房 很好 四,牆 五,畫 六,字畫 字畫 所以呢,字 字 字就是代表word 字畫就是字上面,畫在畫上面 所以叫做字畫 七,書架 書架 八,五,書 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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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九,整,七 十,地 這個是一個輕聲,neutral tone,所以我們要唸 第一,白,第二,盆頸,盆頸,所以盆是part,盆頸就是盆上面有頸 那頸是怎麼來的呢?就放了trees,跟石頭,跟一些樹花,就造成了盆頸 所以這也是一個複合詞,compound noun 好,那這是我們今天要學的生詞 那麼同學回去再好好把這些字再練習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看我們這一課的課文,就是同學們的第二頁 好,這是我們這一課的課文 那我們也是一樣先教一小段就好了 所以我們教這一段先教這一段 那這一段呢,就我們來一起練習 那我找一個同學跟我一起練習 我們練習這個對話conversation 那我來當作張教授,然後我找一個同學就 你們可以當這個女學生叫做琳娜嗎? 可以 好,謝謝,那我們就來練習這個對話 我當張教授,我先開始 好,大家去看這個課文 你們來了,歡迎歡迎,快請進 張教授,這是您的花 謝謝,你們太客氣了 請坐,喝點什麼 喝茶吧,你的書房很有特色 牆上掛著都國字畫 書架上放著這麼多古書 桌上放著文房寺寶 外邊還整整齊齊的擺著 這麼多花還有很緊的 這些花真漂亮,都是您種的嗎? 好,很好,謝謝,念得非常好 那我們請在這一段 有沒有看到老師把這段裡面的幾個句子都畫了線 為什麼要畫線呢? 因為這些句子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這一課裡面的第一個重要的文法 重要的句型 這個句型叫做 叫做 純憲句 就是在文法上它有一個特殊的名稱 叫做 existential sentence 中文叫做純憲句 為什麼叫純憲句呢?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呢? 在這幾個句子裡面 你們都有 一個地方 然後有一個動詞 然後後面有一個事物 一個東西 一個名詞 那這些事物呢 它因為都是在表達它出現 它出現在一個位子 在一個地方 所以這種句型叫做 純憲句 我們還沒有看這個句型的規則 以前呢 我們同學們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句型的更多的例子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請同學們先看一下你們的第三頁 你們課本的第三頁 這邊有很多我們今天要教的純憲句 那老師再把剛剛我所說的純憲句它的特徵 先講 再詳細一點 同學們再多做一點練習 我們看到這邊 這樣子排放得很整齊的一些句子 我們看到第一個句子這邊 大家請念 好吧 本紙上寫著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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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台上放著很多盆花 陽台上放著很多盆花 床旁邊放一樹花 咖啡館前邊停一輛汽車 咖啡館前邊停一輛汽車 好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句子是不是很整齊的排放 那它整齊的地方 在哪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它這個句型的規則 在這邊 那還沒有講這個規則之前 我們可以來想想看 各位同學的母語 英語裡面 事實上有很多類似的句型 那有一種呢 就是叫做 這邊我們所講的純憲句 那我現在來請個同學告訴我 英文裡面有沒有這樣子的 類似的句型 是有的 我請個同學告訴我 英文的一個這樣的句型是什麼 Y同學會不會告訴我 現在我們來講英文 然後來對照一下中文 看他們有沒有什麼差異 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呢 我問你說 What's this? Apple 很好 是一個蘋果 What's this? Ball 所以呢 有這兩個東西 那現在呢 我把蘋果放著 有沒有看到放 剛剛的句型沒有很多放 現在用放這個動詞 把蘋果放著 那如果說 Y同學用英文 來表達這樣子的一個 situation 你覺得 你覺得 the position of the apple relative to the bone 你會怎樣用 English sentence 來 describe The apple is in the bone 很好 那這個就是很道地的英文的講法 所以剛剛 Y同學他講了這樣子的一個句子出來 是一個英文的句子 The apple is in the bone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拿 這一個句子 跟我們這邊 中文的這個 純線句的句型 來做一個對比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麼多的 純線句的句型 比如說我們第一句再看一遍 這邊 墻上掛著 中國字畫沒有 好 再看第二句 外邊擺著兩盆花 好 那第二句是比較典型的純線句 我們就用這一句來當作例子